作为重庆电子制造业的重要力量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空港智慧终端机生产基地生活配套区 浩岳社区和观岳社区内 常年住住数万名员工 今年 唯想应就地过年号召 其中的两万多名员工选择留在园区过年 如何让他们就地也能过好年 保税港区出台了一系列暖心举措 亮灯笼、立彩奇 走在社区里 到处洋溢住浓浓的节日气氛 据重庆保税港区 公租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租房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活配套区的商业保障和物资 早已安排准备好 而且提前与商户沟通 制定了生活配套区商铺春节期间运营表 确保春节期间 各类业态的营业率达到70%以上 其中 餐厅、药房等生活必须的服务类业态 要求在春节期间正常营业 公租房公司在持续做好 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的同时 还对商铺用电用器 工区设施设备和宿舍等位置 进行了安全大排查 对留守员工进行疫情防控之时 和春节期间安全应急保障培训 此外 公租房公司还加强了春节期间社区的 值班值守力量 实行公司领导 部门负责人 现场人员三级24小时值班制 保证每天10人以上现场职守 第一时间 谢绝企业员工诉求 第一时间处置现场安全风险 确保员工过平安年 值得一提的是 大年三十 保税港区还将为留守员工免费提供年夜饭 同时组织开展 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送春联 电竞比赛 厂区打卡抽奖 红包与大派发等活动 让留守员工假期活动更加丰富